AI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马上就能取代整个软件开发公司 我今天就用了一个提示词 就写出了Flappy Bird这个游戏 一行代码都没改 那当然现在它还是有一点点bug 以前的LangChain跟GPT Engineer都没有这个厉害 MetaGPT它在发展下去的话 真的能够取代一整个软件开发公司 感觉就是要把失业潮从程序员 蔓延到架构师跟产品经理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用了什么提示词 和整个过程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很简单你也可以做得到的 只需要有一点点编程的基础 皮毛就够了 甚至连皮都不要 只要毛就够了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号称 人人都可以成为老板运营GPT公司的MetaGPT 它到底是什么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其实你知道吗 点赞订阅小铃铛是有魔力的 只要你点下去按下去的话 你的智商就会加10分 不信你试试看 先让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 就是直接Python Conger main.py 回车 然后这鸟就出来了 这个鸟就是说你不能碰到下面的柱子 上面的柱子它这个代码出来之后就有bug 它这个bug就是你碰到上面的柱子不死 其实是个好事 要不然的话我估计是过不了几个柱子 就是你过一个柱子就得一分嘛 碰到下面的柱子的话就会死 比如说就死了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玩过的游戏 过几个柱子就得几分 我刚才过了五个柱子就得了五分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用了什么提示词 就是装好MetaGPT之后呢 我就直接写Python Conger startup.py Conger 然后我的prompt 这个prompt呢 我其实也是抄别人的 用一个P5JS的这个代码来写Flappy Bird 但是后来我问了这个MetaGPT的创始人 他说现在好像有一些不同的代码 还没有完全的开放 他的roadmap下一步可能才是到JavaScript 那现在可能只是Python的代码 弄完之后呢 就劈里啪啦出了一堆的这些代码 就给大家看一下 他里面说了什么 首先有个产品的目标是什么 他定了个目标是一个非常简单 和engaging 引人入胜的游戏 虽然他写出来的不是JavaScript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做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用户体验呢 他说作为一个用户 我需要能够控制这个鸟 他做到了 然后作为一个用户 我需要这个鸟如果碰到管道就死 那它呢其实是做到了一半 就是上面的管道它碰到了 没死 但是下面的管道碰到就死了 其实对我来讲呢是好事 因为我打游戏这个水平非常的糟糕 那玩游戏的话呢 其实我以前就是 就是仙剑奇侠传和Diablo 1 还有Final Fantasy 10 我有打爆过之外 其他的都没玩爆过哈 看得出我的年龄 看得出我的年龄 孩子不要讲这个了 那其实他的安装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去到他的GitHub页面 按照他下面的安装步骤来就这么几行安装的代码 那我其实也就是用的Traditional installation 我用了Traditional installation之后就不需要再installation by Docker了 第一步呢就是你开一个新的Folder 就是你要在哪里安装的话就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直接打CMD回车 出来之后就按照他的这个步骤来哈 这个Folder放在一边 直接MPM Version 那我这个呢是已经装好的9.6.2 那没有装的小伙伴呢记得要去装一下 这个你就搜一下MPM的installation 就网上有很多教程 我就不说了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sudo呢 我的电脑上面不work的 直接就用的MPM Install 然后这个右肌就会把你刚才复制的东西粘贴在上面 然后回车 然后他就开始安装了 那安装好呢也就是跟着顺序来哈 Python 然后打完之后 在这边 Python Version呢我是按的3.10.10 再下一步 GitClone 就是把metaGPT撞到你电脑上面的这个指令 直接回车 然后他就会把整个项目装到了你的这个文档里面去 装好之后你就能看到说 哎呀在刚才那个folder里面多了一个文档 那在这个时候呢继续往下走 CD MetaGPT 也就是进入刚才我说给你们看的这个文档 他就进入到了这个档案夹里面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右肌就抄过来了 然后回车 他就开始安装了 但是呢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第一次装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那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出现问题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切GPT 直接把问题丢给他 看看他帮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那他呢就跟我说了 啊你需要做这些事情 那我就是一个copy完了之后 回来把它放到这边 他就开始运行了 那下一步继续copy 无脑copy 进来之后一步一步走啊 东西都放在了本期笔记里面啊 就是我成功的这些步骤 我都放在了本期笔记里面 就包括我用了什么样的代码 你都直接可以copy 再把它放到这个系统对话框里面 然后就照着步骤来安装 安装真的是挺快的 然后安装好了之后 你就按照我之前的那些步骤来 就非常简单了 这些提示词 我其实都有放在本期笔记里面 我的这个Prom也放在这边了 那这一部分呢 如果你上面traditional installation 已经装好的话 就不用管下面这个部分啊 那到了下面怎么样去用它呢 其实它这边也写啊 就是python 然后startup.py 然后后面加上你的prompt 它就开始运行了 最简单的你可以从 贪吃蛇的游戏开始写起啊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有code review的 它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的api key 那我看了一下我的flappy burn呢 它总共是用了0.94 就是说它还是需要用到openAI的key的 但是呢 它怎么样让你去configure 就是怎么样去安装 它也写在这边了 那其实都不难 那难的就是这些底层的代码 我觉得国内的牛人还真的是很牛 那我的autogpt呢 是没有一个成功的写出过任何一个代码去玩游戏的 那meta GPT我等于说是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 要知道这是难度得有多大 然后它都成功了 然后我的那个api key还是3.5的 所以它会有bug 所以就是它撞那个柱子 上面那个柱子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某一个地方出错了 我觉得可能不是gpt4写出来的代码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gpt3.5的那个api key的问题 那在api key的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装好了之后呢 是在哪里找 就是在config 有一个config 你得把它打开了 用小notepad打开就可以 然后呢 因为我是用的openai的api key嘛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警号给拿走 这样的话 它才知道这个是一个api key 那api key呢 就是在直接打google openai api key 点第一个链接 然后user settings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有这么多个api key哈 就是试了不少东西的 咱虽然不是developer啊 但是也是试了不少东西的 那就create一个new secret key 然后你就把这个名字 比如说起个meta gpt 然后create secret key 然后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 放在这里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就比如说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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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pi key 然后记得这个时候要看好了 文件另存为 一定要是另存为 它这边都会写啊 key.yaml 所以抄一下 在这边 key.yaml 然后另存的类型呢 就是点所有文件 然后再保存 所以到最后你这个文档里面 config的文档里面 是有两个文件的 就是一个是key 一个是config config你就不要动它了 就是它原本的文件 key的话就是 我加了我自己的api key的 那这个时候 它就已经能够运行了 这个python startup.py riderclisnakegame 我已经写过了 这个探吃蛇的游戏啊 一定要加这个 横横code review 然后复 要不然的话 它出来的游戏 基本上是玩不了的 因为它没有debug 我觉得这个debug的过程 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抓虫的过程 我的flappy bird 也是加了code review的 而且是一次过就成功 这个是非常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 对我来讲是 真的不可思议 其实我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呢 是一上来就死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后来呢 我就把这些error message 所有的错误的信息 丢给xgpt 让它帮我分析 它虽然能够帮你 写这些python的文档啊 暂时还没办法 生成图像 但是我问过meta gpt的创始人 他说很快 下一个版本 应该就是你不需要再 创作任何的图片了 那我是去了midjourney 然后就直接slash imagine 写flappy bird 它就出了这个 然后再到canva 把这个flappy bird 改成50乘以50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dimension呢 就是也是 我把四个文档 是按照顺序 因为现在code interpreter 它只能是一次过 上传一个文档嘛 那我就是按照顺序 把所有的文档都发给它 然后我就问它 what are the correct dimensions of the bird点 png pipe点 上面的管子和下面的管子的png 是多少的长宽 然后它就告诉我长宽 我就按照它给的长宽 在canva里面 把这些图片全部都设置好了 那导出的时候呢 我是有一个transparent background 我用的是透明的背景 所以你看到那只鸟是透明的背景 但是我在做管子的时候 就没有做这个事情 它其实是有白边的 那我直接按edit photo 然后background remover 然后我再把它share 下载transparent background 然后在workspace里面 找到这个flappy bird 就保存一下 然后再让它翻转 我就翻转180度 这个呢稍微还要移下来一点点 下载transparent background 然后点中这个pipe 下横线top 保存 那我重新再运行一次 给大家看一看哈 直接按上 就是python main.py 你看那个管子 是不是现在那个白边就没有了 所以 哎呀 那个表情就死了 那在本期笔记里面呢 我也把我所有的 就关于metaGPT 我收集来的资料 都放在里面了 其实我是看了 metaGPT作者在 B站的一个深度解析的直播回放之后 我才去 想说要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整个 虽然说是很长时间 差不多一小时四十多分钟啊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 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你看完之后 你可能对AI的整个发展过程 和作者是以什么样的出发点 去设计这个metaGPT 你会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 而且它讲得非常好 它还讲了就是说 什么叫做多智能体 就是它讲了智能体 就是大语言模型 加记忆 加工具 加神经 再加直觉 那它的这个B站里面 就是讲的比较详细 我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不是说是特别能够理解啊 多智能体呢 就是一个智能体 再加上它的环境 再加上它的SOP 就是整个流程 再加评审 加路由 加订阅 加经济 其实它的直播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晰了 但是我呢 其实理解能力有限 就建议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我的安装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在之前 就已经安装了Python 和Node.js 所以我就是直接上来 就开始它的安装的整个程序 大概也就半小时就安装好了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 任何情况 如果你在安装的情况下 遇到问题 就丢给ChatGPT 它大概率会能够帮你解决 这个安装的问题 我出现的问题就是说 我的这个权限不够 所以没办法去安装这个软件包 所以ChatGPT呢 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 是帮我安装了这个软件包 所以我在运行的时候 也只能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下 去执行这个命令 所以你看到我的前面 是有一个括号 VEMV 那就是在虚拟的环境下 但是它是成功的 而且出来之后 我是完全没有debug 我唯一的debug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图片 应该要怎么样去设置 现在MetaGPT还暂时不能去帮你 创建这个图片 所以我是手动创建的图片 但是一旦创建好之后 就真的是立刻就可以玩了 然后我当时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震惊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得花我一天的时间 才能做出来的游戏 但是我真的就是用了十分钟就把它写出来了 而且就是一个提示词 那在本期笔记的最后面呢 我还加了一个其他有用的文档 这就是他们自己深度致富写出来的一篇 我觉得挺有用的文章 那他就说现在大语言模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写代码的能力 那你光有写代码的能力 其实是完全不够的 就是你只是完成了一个task 一项小的任务 但是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任务连在一起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多智能体 他先是对智能体呢 是进行了直观的定义 就是智能体就等于说是大语言模型 再加上记忆 再加上规划 再加上工具 再加上神经 再加上直觉 那他里面都有写的记忆 就分长期记忆跟短期记忆 规划呢就包括了我们有反思的能力 自我批评的能力 和思维链条和思维术 那这些东西都是 其实你细思一下 我们的思维模式 其实是就是一个智能体 那MetaGPT想要做到的多智能体呢 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有 像西部小镇 Baby AGI AutoGPT等等 这些都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出行 MetaGPT就是 Baby AGI AutoGPT的一个深度的升级 只要你装了MetaGPT 就等于在你的电脑上面 装了一家软件公司 就包含了产品经理 架构师 项目经理 程序员 等等这些角色 就像Sam Altman他曾经说过 AI现在只是能够完成Task 也就是说一项小的任务 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些Task连起来 你还需要人吗 但是MetaGPT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出行 就是说我们完成Task之后 就利用这个多智能体的一个SOP 就把它连成了一整个大的任务 只需要给它一个目标 它就对这个目标进行层层的分解处理 然后最终给你一个完整的代码 那如果你安装出现问题的话呢 就下面有很多的更详细的解释 那我就不多说了 MetaGPT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开源项目里面 我认为啊 是最接近AGI的项目了 就感觉就是在发展发展呢 就真的会觉醒啊 只要给它一个目标 它就能够帮你完成整个的任务 以后的话 我们可能就只需要有一个想法 AI可能就真的能够帮你完成 其他的所有的步骤 虽然我知道这支视频 可能受众会非常的小众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一定要做一支公开视频来说一下 像AutoGPT刚出来的时候 我的确也装了 但是它真的是强插人意 它出来的效果 真的离我想象的要差很远 但是MetaGPT我一装好之后 再运行了几个目标啊 它基本上都能达成 虽然都是有bug 但它再进行几次迭代的话 就真的不得了 那在我运行的过程中呢 我其实是遇到了一些 我自己脑海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于是我就去发了一封email给作者 然后也有幸加到了他的微信 因为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东西真的很好 但是我怎么样去跟它沟通 就比如说我这个代码已经写好了 那能不能根据已经有的这个代码 再去跟它做沟通 做微调 这个是暂时现在这个版本的MetaGPT 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那我呢还是需要code interpreter 但是希望以后啊 它说它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能够人类可能在中途 就跟这个机器进行一些沟通和干预 让它在写代码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给它加命令 就可能看到说 哎这东西好像出来的不对 我能不能参与一下干预一下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就记得在下面留言 就比如说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下次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做一个小采访 那一定要留言的人够多才行啊 如果没有足够的留言的话 那么再找下一个大佬来采访 99AI课程里面呢 我已经添加了 stable diffusion的提示词 都已经核对好了 在这个地方 在stable diffusion绘图的 这个大章里面的最后一课 那我还会继续添加更多 关于stable diffusion的课程内容 比如说今天你看到的这些 跟编程相关的东西呢 其实我在prompt这一课呢 已经有大概的讲过 如果你能做一个游戏的话 就是在第一章里面的 这个零基础 怎么让XGPD做游戏分享给你好友 还有零基础 轻松完整的螺丝方块 如果你把这两个看完之后 就大概能够安装上 今天介绍的这个meta GPT 而包括它是怎么样使用的 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础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皮毛里面的毛 在我的课程里面都有讲 那在99AI课程的右下角呢 有个黑色的小框框 你可以把它点开 这就是我的小课服 这是根据我自己的数据集 训练出来的一个小机器人课服啊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 课程里面有很多的干货 而且我有一些课程呢 是做的公开课 大家可以点开去看一下 就算不是会员的话 你去看一下 也会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帮助 我还先加了一课 就是stable diffusion的room呢 怎么样用免费的网站 去做一个project 就是黑白图上色 我都做了一个五分钟的公开课 那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